曲名字幕提供 今年流行起Glamping熱潮 這次就帶大家來到鳥取縣無人島Glamping 2022年11月才開幕 新得來之餘還超級美 青島是位於鳥取縣的一個巨型無人島 不少當地人週末都會去青島公園散步 感受大自然 而今次我們住的地方就是位於青島公園旁邊 營主在疫情期間將這裏翻身成為Glamping場 一共有六個營,其中有三個是對著海 一進去就見到四張大床,空間感十足 雖然這個圓頂型並不是全透明的設計 但大家都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旁邊亦都有波米尼亞風的梳化和桌子 實用之餘亦都非常打卡一步 而營的外面亦都有很大的地區 最適合是跟朋友看著櫻花樹,攜足一個眼周 在春天的時候,這裡是櫻花樹 營地剛好就是櫻花樹的旁邊 完全是可以看到櫻花,可以看到星星 外面亦都是對著這個池塘 所以環境非常清幽 景色都是一絕,真是好美好美 食方面,入絕包括早晚餐 前菜有沙律和阿希做 還有超多不同肉類,有齊牛豬雞 全部都是用料取產的食材 保證夠新鮮 早餐方面就有三文字,即結即食 咖啡也是全手製,超級有露營感覺 島上還有不同娛樂,例如可以免費租借Scooter 去遊歷整個島 而晚上在營地旁邊還會有營火會 不過要注意,營地裡面是不包洗澡設施的 大家需要去距離營地5分鐘車程的吉江溫泉 住宿費裡面已經包入浴券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記得按一下小鈴鐺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記得按一下小鈴鐺